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方法的重载 或者说咱们这么说吧 Python中方法没有重载 我直接把这个名字变成方法没有重载 那么在其他的语言里边呢 我们可以去定义多个同名的方法 比如说我可以定义一个A方法 后面呢跟两参数 对不对 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 我再定义一个同样的一方 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呢数量不一样 我可以传三个参数 比如加网里边就可以 因为这里边是这样的 首先呢就是在别的语言里边呢 多个同名的存在 是因为它的形参列表不同 我们仍然可以做这个区分 也就是说在别的语言里边呢 方法签名只要保证我们的方法签名一样就行了 它可以通过形参列表来区分 但是我们的python呢 因为它的参数没有类型 没有类型 这就很麻烦了 这呢因为你没有类型 其实你也就没有必要什么了 搞什么重宰了 哎呀讨厌 这怎么回事 什么一会我改吧 然后我们看看 也就是说它没有类型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干嘛了 我们只要通过名字区分就可以了 而且参数的数量也是可变的 我们前面讲了什么 位置参数 对不对 这些很 可变参数很多 所以呢 这里边呢没有什么 没有所谓的重宰 定义一个方法 这里边呢 比如说我们在定义多个方法 在python里边 那么只有最后一个有效 前面全部被覆盖了 比如大家看我这 我这定义一个c嗨这个方法 下面又定义一个 我加一个参数 看到了没有 那么上面这个失效了 这个把这个直接覆盖了 当我去掉的时候 大家看 比如我在这儿掉 pe.c嗨 你这个根本就掉不了 为什么呢 它认为 只有这个函数是存在的 这些全部被覆盖 明白了 也就是你可以定义多个通名参数 但只有最后一个有效 没有重宰 好吧 这大家我们python里边 一个重要的地方 大家记住啊 很多从那个 学过其他语言的同学呢 到这儿呢 很容易搞混了 所以记住这点就OK了 然后呢 你现在我们这个呢 包括你这前面 写几个c嗨这个方法 只有最后一个有效 谁在最后是有效 这是关于这个重宰的问题 我呢 把这标题改了改 直接就改成方法 没有重宰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这个方法的动态性 python呢 是一个动态的语言 它是由解释器去什么呢 去执行 一行号这样去解释执行 所以呢 它呢 可以动态的去修改 它的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这儿呢 可以动态的为类 添加新方法 或者是修改 类的意有的方法 都可以做到 给类添加新方法 给对象添加新方法 都能做到 好吧 那咱们来这儿呢 做测试 看怎么去做 在这儿建了个新文件 文件叫0533 然后呢 测试方法的动态性 当然这里边大家主要还是了解什么呢 理解一个概念 一切都是对象 你把这句话记住了 好多好多事都大家都了然了 第一条书 比如说我们在定一个work 就是工作方法 叫什么呢 努力上班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类我就写完了 好吧 这个类我就写完了 然后呢 但我在那个类之外 类外面呢 我又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叫play play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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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呢 比如说我也是打一个什么呢 玩游戏啊 然后呢 我要求你 传一个变量进来 对吧 谁在玩游戏 是不是 谁在 谁在玩游戏 谁在玩游戏 好吧 然后呢 我还可以再定一个什么呢 比如workout 咱们先定一个play吧 先把这个呢 咱们做个操作 好 然后呢 在这里边 看一下 我们就我们的对象 person 对吧 person里边 当然有work 是不是 那有没有这个playgame 先是不是没有的呀 是吧 你现在想去调这个playgame 你调不了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person 大家看这个tool person personobject 没有这个属性 playgame 它实际上大家看 它一直在 我刚刚跟大家 方法也是属性 也是指向了一个函数对象 就是方法这个属性呢 指向了它的对象 那么告诉你这个属性不存在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给它加 既然说你不存在 我给你加一个呗 对不对 我给你加一个 比如说 叫什么呢 person 点什么 咱们就叫play吧 playgame也行 然后呢 playgame 我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 当做一个变 当做一个变量的负值 把它 付给了它 好吧 或者咱不一样点 叫play 这儿我也喜欢 play 那么 来首先看能不能跑起来 大家看 这里边说不出来了 谁在玩游戏 谁在玩游戏 谁呀 同学们 这里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对象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传 作为一个参数呢 给它传了一下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大家看啊 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跑起来了 我先说一下这个原理啊 这儿 play这儿 我们去定义的时候呢 首先 函数也是个对象 我在这儿呢 就有个函数对象 代表它的一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它的地址 假设是123 我这么操作以后呢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123 都付给了我们的person 下面的play属性啊 是不是啊 这个属性我们是可以 可以随便添加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play person.play 我就可以引用谁了 引用这个地址 从而可以调用它对应的 这个什么 还是方法 但有的人说老师 你明明给的是person.play啊 为什么这儿还可以去调呢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咱们在前面讲过一个方法 调用的一个本质啊 咱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文档 往前翻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 前面给大家讲过这个方法调用的本质 不论你还记不记得啊 对象.sisco 它的调用呢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解释器是翻译成这样的 lay. 这个方法名 然后呢把这个a传进来 作为参数传进来 这是它这么叫的 所以呢实际上 在我们刚刚 这个地方 你看到的是p.play 实际是什么 实际是person.play 然后呢把这个p传进去 明白我意思吗 那么现在我这个play和playgame 就是person.play和playgame 指向都是同一个对象 是不是 那么当你传这个p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这个person对象嘛 哎 传到这儿啊 是不是 然后呢 这儿打印 那不就是打印的这个person 刚刚这个p这个对象的什么 这个说明字符串嘛 看到了没有 所以这个说明我们什么 说明我们给它加的内容呢 就加进去了 是不是 我们除了可以定义新的方法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修改老的 这个 比如说我在这儿再定义一个 DefWorker 对吧 我们直接定义一个方法 在这里边呢也是打印一下 上面是努力上班是吧 好好工作努力上班 赚大钱娶媳妇 好了 这样呢大家看我定义一个新的函数 叫Worker 目前的Worker 跟我们的这个person 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好吧 接下来我让他有关系 看person.什么 啊 点Work 等于Worker 我把这个Worker这个对象 这个函数对象 我直接付给了我们的Work 那你现在接下来 你再去调Work的时候呢 就不一样了 好吧 再看啊 那你调的是 还是调的是这个吗 不是了 看到没有 说明他干嘛了 修改了我们已经定义的什么 方法 那么你要理解这一切的一切 你要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方法也是对象 你要记住一句话叫什么 函数也是对象 你还要记住话 记住一句话叫什么 叫一切都是对象 把这句话记住 那你就成仙了